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GS全面开发实验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跟大家介绍 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里面的消息管理接口 那么主要内容包括这个消息的类型 然后消息的格式 那么还有这个接口 就是怎么利用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来测试这个消息管理的接口 就是测试我们的消息管理接口 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后面课程,就是后面的后半部分的课程会使用到的这个消息收发的这个中间键 它是基于Express里面的MVC框架 就是基于NodeGIS里面的MVC框架Express做的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验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呢 是需要大家打开这个微信的这个官方的这个文档 就是公众平台的文档 那么它的消息管理下面呢有好几个指向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对于普通的开发者而言 最需要关注的就是接收的普通消息 事件消息 那么还有发送消息 然后剩下的这个客服群发 模板消息 那么在本节课里面不做介绍 我们只是简单介绍一下事件消息的类型 就是消息的类型 那么介绍这个消息管理之前呢 我们这里面有几点注意的 那么需要大家重视 那么首先第二点 就是第一点可能你的服务器的这个响应时间比较快的话 那么这个情况是比较少见的 那么第二点就是如果微信服务器在五秒内不收到响应 那么它会重视三次 所以呢 这个其实跟第一个有一些相关性的 那么关于注意点 这个就是主要就是服务器的超市问题和重视的问题 那么在微信里面消息主要分为 主要分为这种普通消息 那么普通消息呢里面有好几种类型 那么等一下挨个介绍一下 那么还有一种叫做事件消息 那么但是所有消息 它的这个 就是它的这个推送过来的这个数据的这个结构呢 几乎是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它推送过来的消息全都是一个XLML的 就是都是post的请求 那么都是XML组装起来的 那么比如说是一种文本消息 那么推送过来的数据就是这样的一个格式 那么是XML 然后里面有一个to username from username有credit time message type content和message id 那么文本消息 那么图片消息呢 它就是有两个它自己独有的字段 那么对于普通的消息 有这个文本图片 就是它在常见的还有语音 那么还有这个视频 那么还有小视频 那么还有地理位置 那么还有链接 那么这几个是普通的消息 那么还有事件消息 那么这个就是在一些特定的事件 就是发生了之后 那么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的这个服务器端 那么会收到微信服务器的一些推送 那比如说是这个有用户关注的时候 那么它会发这样一个 那么是关注的账号是什么 然后是谁关注的 那么关注的时间 那么它这个message tab就是event 然后event就是subscribe 那么比如说你在关注的时候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是在你的系统里面创建一个 就拉取这个用户的信息 并创建一个新用户等等 那么还有其他的参数 比如说是这个扫二维码 然后上报地理位置 那么还有资议菜单的时间 那么这里面就不过 不做过多的介绍 那么关于消息这块呢 其实大家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去给你的服务器发送消息 好 那么 比如说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调试服务器发一个消息 那么我们把它的这个地址站在这来 然后发送一个文本消息 那么 那么我们要发送过去的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 to user name是开发者的微信号 然后from user name的 那么是这个 然后create time 我们直接给它个时间戳 那么message type是text 那么content的 是一个可以自定义的 好 那么把我们的这个微信服务器启动起来 没启动 按我们pm2start 并3wwatch 好 然后我们pm2logs 那现在我们尝试给我们的这个 服务器的发送一个消息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是一个invalid request 那么这个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就因为我们的请求是没有签名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把它的签名 超过来 就之前的请求 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 就是微信的这个公众账号的服务端 那么我们在接收到用户消息的时候 给它返回了 它发送过来的内容 那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改成 可以 可以看到它反复的响应是可以 那么它返回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就是你发送一个消息所必须要加的参数 那么这个 这里面变动的参数是什么 比如说是这个图片消息 然后语音消息 等等 那么这个你都可以发 那么这个就是 大家就跟大家演示了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在线接口调试工具 那么去发送各种消息 那么最后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后面会使用的比较多的这个叫微信的 公众平台消息接口服务中间键 那么这个是一个国人开发的一个 GV Express的一个消息接口服务的中间键 那么 大家应该有印象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代码里面 其实做了 在我们收发消息的时候 有一些脏火 泪火 需要做就是 比如说做这种接口 校验 那么 然后 XML的解析和XML的组装 那么这种事情呢 这个 这个WeChat这个 SDK呢 它已经帮我们封装好了 那么我们在 后面的实账项目里面也会用这个 SDK 那么关于这个 SDK的实际使用呢 在本节课程里面就不做设计 那么本节课程的内容呢 到这里面就 到这里就尽尽尾声了 那么下一课再见